你那边就没有遇到过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 想跟我们讲一讲吗 这十多年当中 基本上没有 我的生活很平淡 因为什么呢 我喜欢运动 我又是足球运动员 你是足球运动员 你就是业余喜欢踢足球运动员 后来是 中医市 就是我们一个基地 足球运动员 参加过中医市功能运动会 贵州省功能运动会 我们带着我们那个东游儿基地 那么我到了泰州了以后 也参加足球运动会 到上海 也参加上海市 六十岁以上的功能 六十岁以上的 还有照片的 六十岁以上的足球比赛 这是一三年的时候 一三年的时候 你就参加过足球比赛 这是在哪里呢 上海大学 参加一个足球比赛 你还是喜欢踢足球的 所以你的身体挺棒的 对吧 我又是五岁运动员 还喜欢武剑 五岁运动员 五岁我打了六十年 我十四岁开始练武术的 散打 堂囊拳 我练堂囊拳 伸手不凡 我85年到泰州 86年参加泰州是武术比赛 得了武术冠军 是吧 那你这身手还不错啊 还可以身体 一个人对付几个人呢 一个人对付我 一个人对付我 一个人 两三个人没问题吧 曾经打过 一个人对四个 对四个 主要是堂上拳 对 那你刚才还拿的剑是什么 剑 宝剑也练剑 因为武术它是多元化的 刀枪监棍 这都是你的业余爱好 一边啊 现在退休以后 做的最多的是什么 背着嘛 就找人到公园里 担了担了身体 哦 也带着这个宝剑去 武剑是吧 是武剑 反正现在找人 每天一 找人到公园里 就担了身体吧 现在还踢出修吗 不踢了 不踢了啊 毕竟六十七了 那你现在退休这几年 有出去玩过吗 到贵州是旧地重游一次 以前工作的地方 去过一次 对 跟谁一起去的呢 一个人去的 一个人去的 那你跟其他的知情 还有联系吗 有联系 我去了以后 他们很热情的招待我 包括我原来单位的公委主席 请我吃饭 还有两个同事 请我吃饭 带我到 综艺各个景点去玩 当地的知情呢 当地的 当地的 原来的同事 原来的同事 还有朋友 还有当地的原来 留在那里的 在那里安家的 没回来的 没回来 我们是单位 不是知情 这当地的单位 不叫知情是吧 不叫知情 也就是说你分配的单位 就分配的那么远去了 对 去那边的同事 你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吧 来自全国各地的 也有上海的 也全国各地的都有 哪个地方的人多一点 有当地的 有陕西的 有荷兰的 还有安徽的 选择到那边去工作的时候 有什么条件吗 家庭条件好吧 家庭条件 要清白 这是主要的 政治背景 政治背景要清白 军官单位嘛 他肯定那个 以前的政治审查很厉害的 我兄弟原来 你有点那个 其实不行 首先你的父辈 贫下中农 是吧 您是导人吗 我不是党 您没入党 没入党 没有申请过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竟然出去出差 没想到怎么乐党不乐党 里面的党员多吗 有党员 也有党员 一般干部领导都是党员的吧 里面的 基本上就这样吧 因为以工代干嘛 以前都是以工代干 以前的干部 基本上就是以工代干 保密要求是不是很严格 他要看各个单位的 他有保密单位 进去就要登记到什么地方 他做一个总装车舰 总装车舰就是装导弹的弹头的时候 他需要有一定的保密的程度 现在还是保密的 现在基本上 民养军 民养军制造完 什么意思 就是在军工没有发生战争的时候 军用品基本上是数量不多的 就是军工有时候吃不饱 就怎么呢 就做民用的东西 在民养军 做民用的东西 来弥补军费的开支 现在这个军工单位还在吗 还在 原来是洋拉市 洋拉市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就单位总共是三大 我们就基地 东六二基地是三大二班厂 它封闭的方圆200公里之内 就是交通方面都不方面 这厂多离那个厂 要半个小时 有着一个小时 有着一个半小时 这个距离一般长 现在就是留了二十 就团在一起 就集中了 主要的集中一起 你以前的厂全部 该用的用 不用就荒废了 跟你们一起去了上海的那十几个同学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有时候联系 他们都回来了吗 基本的都回来了 反正上海的基本的都回来了 那时候在他们 我先回来的 他们五十岁以后 我们就单位一次性 把他们全部都退役回来了 提前把他们退役回来了 因为和平阶段 他需要的 人不多了 不多 我们这就全部回上海了 五十岁以后 您是因为结婚才到 我是为了调除这个单位 到了泰州 您是因为结婚才调除了 调除单位吗 那他们那些没有结婚 然后带到上海 哦 这样子的 您对那段生活 有什么评价吗 在贵州 还是向往 那时候生活是无忧无忧 二十岁左右嘛 二十岁到三十岁那个年龄 年代 生活 青春都在哪里了 就是您这一生当中 你还是比较向往那一段时间 不是嘛 在去年我去了两个月嘛 待了两个月 在那边 我游上游水 因为那时候 尊业很不发达 现在尊业还是不错的 全国主要服侍的单位嘛 革命的转折点嘛 就是在那里尊业 现在还是搞得不错的 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有些一点 它不为生活发愁 对 它尽管各方面公愿有点紧张 但是它毕竟还是 满足你平常的生活 所以您也没有什么难过的事情 或者是伤心的事情 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没有 因为我们平民长大的人 也不犯错误 也没有更高的要求 就是在平淡的生活当中 就过自己平淡的生活 那您的这个运气还算好的 像跟你同时代的人 好多都是去插的路户 或者是去支边去了 他们的金矿 就可能跟你就不大一样了 不一样 差一点 听他们后来回来说是差一点 隔壁对面的那个 他到新疆去了 他还挺苦的 他们辛苦的 新疆的设核子就是他们造起来的 设核子上 原来设核子不是一个设核子室吗 原来是没有的 就是他们最终集中起来造起来 变成一个新的核子室 新疆我去过 我西藏也去过 因为工作的需要 我们到西藏阿里 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孔阀上还没出来 孔阀上还没去 我们去安装发电机组 那现在退休了 您打算您的晚年是怎么度过的 晚年就像平民大大过吧 有什么计划没有 没什么计划 有什么心愿没有 就是现在遇到这么洞迁了 计划那 计划那 国家政府能给我一个同等的代言